好我從頭跟大家介紹一下好了啦 就是這個雖然說大部分人都有上過我之前上過的課了 好我的課的上課講義會放在這裡 那我們今天上的是深度學習遠算法 啊我這邊時間忘了改了 好我再來改一下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堂課的這個就是上課的方式就是跟之前很像啦 基本上上課講義都放在這裡 那我們會貼一些 我們會做一些數學推導 然後貼一些程式碼 那剛剛我已經把整個就是 我已經把server的這個帳號密碼都給大家開好了嘛對不對 那我先教大家 就是原則上就是那些程式碼 基本上 在大概第 可能第五課 第六課以前 你可能用自己的筆電喔 做都還有辦法做 大概到第六課以後就非常困難了 你原則上就是貼語法在server上跑 所以大家習慣server怎麼操作這樣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樣使用這個server 好那有幾個比較重要的事情大家會關心的啦 就是成績怎麼打 這個成績怎麼打 這個來給大家看一下 第十六課 我們這學期的第十六課啊 這個 通用人工智慧之路 這邊有很多paper 你可以看到這個 呃就是 我講了一下 到底 從 就是二零 呃主要就是二零 呃 我應該是二零二零年以後的paper 有一些很重要的paper 那你的 那這些很重要的paper啊 我不可能在上課的三個小時裡面 全部都把 呃所有就是 呃經典的paper全部都 就是講完 我會 帶著你們 呃 我會帶著你們了解幾個主幹級的paper 然後這些paper你們了解了以後 剩下的我希望你們有這個能力 去閱讀這些paper 你要怎麼閱讀這些paper呢 你們點進來以後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這個 an image is 16 16 words 好這個看不懂沒關係啊 你們在 期末的時候啊 每個人 不見 有 呃 每個人原則上就是要 講一篇paper五分鐘 注意是每個人喔 注意是每個人 那有些paper他比較難 我預期他可能會講十五分鐘 那我就會找三個人 有一些paper 稍微 呃沒有那麼中的難度 他可能是這個 他可能是這個 要講十分鐘的 那我就會找兩個人 那 所以那 講這篇paper五分鐘 一篇paper五分鐘 這個 能夠講什麼呢 主要講的是他的核心idea是什麼 好我會找好paper 你們不需要找 我會找好paper 這一種paper啊 你們在醫學院 大概是 沒有機會看到了 就除了這堂課以外 這些paper都是 資工系的paper 這些資工系的paper 有什麼特點呢 圖一 就是他最重要idea 你要講清楚 講完以後 下面有一堆數學士 你們應該看得到 下面有一堆數學士 這些數學士 有時候並不是那麼重要 但他可以幫助你理解 我們這學習的課堂目標 是這樣子的 呃 在你們 這樣這邊有將近二十個人 你們要 就是 你們要 每一個最後都會 開發一支 Trade GT 那幾乎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們都有能力 你們至少要滿足的能力就是 你們要能力看得懂最新的paper 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你們就會知道 什麼東西是實現得了的 什麼東西是實現不了的 好 所以這是這堆課的教學目標 好 那 我們開始要來上 呃 這學期的課了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學期的課跟 之前的課 之前的記憶學習遠算法 他到底差別在哪裡 好 那個 在 呃就是 之前的記憶學習習遠算法 幾乎所有的演算 幾乎所有的這個 這個 你們看到的 它的 input 都是 數值 對不對 然後 output 看起來只有四種 選項 要嘛就是 類別變相 二分類 要嘛是多分類 不然就是一個連續的數值 不然頂多加上一個存活分析 好 可是 這個 這個 離 你們現在接觸到的 像是 TratGPT 等等 它離得非常遙遠對不對 好 你們現在所有看到那些 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 這個 應用程式 它都是用深度學習完成 那到底 深度學習它本質上還是數學士啊 那到底要怎麼用數學士來表達那些 呃 那些就是很厲害的應用 這是我們這學習這堂課要教的 那當然啦 最開始的時候 前半學期 我們講的是數學原理 我要告訴你們 覺得說像今天 我就會告訴你們 為什麼 深度學習的理論基礎在1986年的時候就已經出來了 那為什麼要等到最近 它才 這麼的就是 它還這麼的就是 呃 才有這麼多厲害的應用 好 這個是 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數學問題 那 之前其他的課程是不可能 跟你們講這件事情的 好 那我就要開始要上今天的課程 好 在開始上今天的課程的時候 我先教大家怎麼用這個server好了 大家首先 先打帳號密碼登錄進去 好 登錄完了以後 你應該看到的是這個 首先這個畫面 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是用Python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是用Python 如果你是用Python 這裡一樣可以寫Python 欸 這裡不能寫Python 這裡應該是可以寫 欸 這裡不能寫Python嗎 那可能要用Terminal去寫 這樣困難度就有點高了 那沒關係啦 我們就都用R語言好了 好 那 你要開一個 New Project 你每上一節課 你可以每一節課都用同個Project 或是你每上一節課都開一個新的Project 你可以在這邊 開一個新的Project 如果你要 你的Server 讓你去運算的話 你需要點Upload 然後把你的Data放上來 怎麼那麼久 好他正在Upload 等一下你就會看到他了 好看到了嗎 昨天這個有79MB 難怪會那麼久 如果你想要把東西Download下去 打勾之後按MoreExport 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好 這個你隨便想要下來什麼 上傳什麼都可以 好 唯一的這個限制是 就是你的單一的檔案大小不能超過兩句 我兩句已經非常大了 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你不可能會就是 尤其在這節課的範圍內 你不可能會就是用到超過兩句的檔案 這樣 好那 所以Server 基本上 大家都會用了 那 我們基本上 等一下就是 所有的Walk都在Server上面進行 好那我今天要教 深度神經網路介紹 這是 人工智慧歷史的眼鏡 在1950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主要是圖靈 圖靈最開始的 圖靈就是那個模仿遊戲的那個主角 就艾倫圖靈 圖靈 他這個 他就想說我要做一個人工智慧這樣 他做了一些定義 好這個定義不是很重要 他那個時候 想法非常的簡單 因為電腦是一個講邏輯的東西 我只要把所有的Input跟Output的關聯 用入偶的方式把它建起來 他就覺得 那這個大概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人工智慧 唯一的問題只是 我不知道要建多少條入偶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才可以真正做成一個 看起來像人工智慧的東西 好那這個 這個 但是這個發展大概是很困難的 1980年代這個時候 就出現Machine Learning這樣的一個技術 我們在上個學期的課 大部分也都在集中在 這一個1980年代以來的所有的演算法 為什麼到2010年開始 才是深度學習的時代呢 好 等一下大家會發現啊 這個 深度學習的基本理論 1986年就已經出來了 但是啊 在 想要把它擴展成深度學習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 數學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節課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告訴你這個問題的存在 讓我充分的理解這件事有多難 然後我們不會解決它 我們要後面好幾節課慢慢的去解決它 因為解決它 當然現在已經被解決了 但是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樣子啊 你們可以跟著先賢的腳步 然後 看看這些研究的進展 然後想想看你們有可能想得到要怎麼解決它吧 好 那 這堂課的重點啊 就是 反正我會對理論好好的闡釋這樣子 然後介紹幾個創意的模型 好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知識 這個 這個 呃 所有的 深度學習模型 我都 我不敢講 所有的機器學習模型 都是符合這個規則 但是所有深度學習模型 絕對都符合這個規則 絕對就是 你把一個 X丟進來 這個X就是一些數值 我會得到一個預測 這是一個 這是 預測式 這個英文叫Predition Function 預測 預測式 好 我要強調一個概念 這個預測式啊 他現在 我們假設是線性回歸好了 他可以寫成 Y等於AX加B 這個A跟B啊 在他 還未決定的時候 這個才叫預測式 你也可以叫函數集 FunctionSet 一旦這個A跟B 確定了以後 就來說 Y等於2X加3 這樣他就叫Function 他就不叫FunctionSet 這個時候 就不叫一個 預測式 這個時候 他就是一個 確定的方程式 好 那 預測啊 一定會出現誤差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 損失函數 這個都是 之前 的 基本概念 好 我們只是在這裡 就是 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那 有了損失以後啊 我們可以把 上下兩次合併 你可以把 YHUD直接 改成F 這樣可以 將損失式 整合成同個方程式 那 我們的 目標就是 找到一組 找到一組 參數 讓我們的LOS 最小化 這個參數 就是如果以線性回歸來講 Y等於A加B 就是我要找到一組A跟B 讓我LOS 最小化 好 這是我們所有的深度學習模型 他必然遵守的一個路 這樣子 好 當然這個F-Efficace 寫成什麼樣子啊 這個是很有變化的 好 那你要求 你要求集值的話 你勢必只能夠微分 那你要微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微分的一些基本的 定理 好 首先 這個 就是 就是 首先你 如果想求這個方程式的微分的話 這個 就是 這個非常容易 我想 在這邊沒有人不會 就是 你把2移下來 然後這個X 一次式的就丟掉 然後長度這樣丟掉 你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你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你可以 X等於-1的時候 它有機值 X等於-1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機值呢 因為導函數等於0 導函數等於0 為什麼會有機值呢 因為切線斜率 導函數就是切線斜率函數 切線斜率函數為0的時候 代表的 這個時候 它已經不會再上升 或不會再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它有機值 好 這是一個 基本的 就是 這個高中數學 就已經有教的東西 我們這邊只是 再強調一下 因為 等一下我們會不斷擁抱這些姿勢 好 那 如果 我們現在如果要求極值的話 我們會使用一個方程 我們會使用一個方法 叫梯度限量法 這個在 呃 這個機器學習卷算法部分 一樣我有上過 不過一樣在這邊 我再強調一次 很快強調一次 好 我們先假設一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是這個 x平方加2x加1 我們想要求它的極值 在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可以令x等於10 這個x一開始等於多少都可以 這一點都不重要 你想要給它1000開始也可以 你要給它-5萬開始也都沒有問題 好啦 它在最開始的時候是10 它的方程式 必須寫成 下一代的x等於這一代的x 減掉LR 乘上 把10代進它的導函數裡面 為什麼要減掉 LR是一個 是一個超參數 這個超參數通常被固定為0.05 但是我們之後的課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這個超參數其實是 影響很大喔 你必須好好的調整它 好 所以這是一個常數 所以重點是 當前的數值減掉斜率 等於下一代的數值 為什麼要減掉斜率呢 因為你想想看斜率的意義是什麼 斜率的意義是 當我往右手邊 我的x跟y的關係 當我往右手邊移動一個單位 x往右手邊移動一個單位的時候 y會上升多少 這就是斜率的定義 那 我減掉斜率代表的是 當我現在斜率為正 就代表我往右邊走 我的數值會上升 那我減掉斜率代表 我希望往左邊走 所以我是往小的地方走 這是減掉斜率的意義 如果我斜率是一個負數 代表是 我往右手邊走 是 數字會變小 所以我減掉一個 負數的斜率代表 我加上一個數字 對不對 代表我現在應該往右手邊走 所以 x減掉 當下的斜率 這個是T度下降法 驅動T度下降法 的核心原理 那我們把數字代進來 第一代的數字是10 我們減掉LOR 橫上把10代進導函數 導函數是2x加2 這個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所以下一代的x 第一代的x就是8.9 第0代的x是10 第一代的x是8.9 以此類推之下 我們可以得到 在下一代是7.91 在下一代是7.019 在下一代6.2171 以此類推下去 經過非常非常多代以後 你會發現它停在-1不動 為什麼停在-1就不會動 為什麼停在-1就不會動 可是我們這節課沒有加分 你可以講 它極指 極指為什麼就不會動 它極律是變0 它極律是變0 所以你減掉0 永遠就是0 對不對 講得非常好啊 看起來前面的教學是有用的 這個我們都知道 我們下一節課會不會講 深度學習 有很多很困難的知識 需要前面那些 東西去做鋪墊 等一下我們就會講到 那個最困難的知識 好我們現在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1986年 大家記住這三個人的名字 特別是 Gifrey Hinton這個人的名字 他在1986年的時候 你看他現在是個老頭 他在1986年的時候 顯然是個年輕人 1986年離現在非常非常遠 將近40年 Saint人 第一扇 他在1986年時 希望可以在1986年 並且是快樂 roup外散 他這邊也有後趁! 拍招待 大家自己的好 給我 復聽 在1986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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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